路上看到像這樣的二行程烏賊車 大家都想閃 而它的PM2.5瞬間排放量 更是一般四行程車的60倍 一發動就冒出陣陣白煙 像這樣的二行程機車圈台132萬輛 為了整支空汙環保數喊出 明年要淘汰30萬輛 但機車主抱怨補助太少 因為一台車大概動輒就要五六萬 所以補助七千塊 其實沒有補助多少 除非真的壞到不能再壞 就是必不得也要壞 不然基本上我覺得可以騎都還OK 原則上當然是不夠啊 越多越好啊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也是不無小補 環保署祭出補助方案 在107年地簽 淘汰二行程機車可領1500元 108年則縮水乘500塊 同時新購電動機車106年地簽 最高補助7千元 接著逐年遞減 到了109年 這些補助將會全都取消 二行程機車的使用族群上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屬於偏向 中低收入戶的這些民眾 替換掉一台還可以使用的 二行程機車來講 這樣的補貼 跟現在的高昂機車價格來說 根本是杯水車薪 電動機車不便宜 充電站點也不普及 光是一個二行程淘汰計畫 推動至今超過五年 毫無成效 台北藍藍的天空 都被排放黑焰的污賊車給染黑 因為你政府沒有政策啊 你要我們推動電動機車 那你這個電動機車 消費者要去哪邊充電 目前的電動機車還不成熟 未來一年後或兩年後 電池老舊替換了 它額外的必需負担的成本 大概要一萬塊到兩萬塊之間 環保署拋出補助 想辦法解決空污問題 但電動機車配套不完善 想讓民眾換車 誘因似乎不大 東森財經新聞 邀請問 台北藏網報道